哇塞自己怎么这么难看 天哪 我说are you ok 没有觉得很生气 但是你要说我完全不在意 我还是会在意的 你长得跟照片上一模一样 不正常的一个美感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your nose girl 线上人已经够美了 线下够美 hello大家好 欢迎回到Amy and Jody的频道 我是Jody 大家好我是Amy 好的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点 关于容貌焦虑的话题 我们自己对于这个容貌焦虑呢 目前这个阶段是 我感觉我已经克服了 如果没好几年前 或者是我比较焦虑的时候 我是不可能开启这个频道的 因为Amy在我心中 就是一个美丽自信的女人 她现在这个 我相信她也是过了 这个容貌焦虑这一关了 对不对 我觉得99%吧 几乎过了这一关了 为什么这么多人 会有容貌焦虑的事情 修图的这个软件啊 给大家带来了蛮多的容貌焦虑的 修图是亚洲第一大 亚洲第一大发明 对 而且现在在亚洲真的很风行 就会导致大家的错觉是 大部分人都是那样的 或者是他们可以那么完美 然后自己看到自己的这个 没有被批过图的照片 就觉得哇塞 自己怎么这么难看 在老外真的是批图的还算比较少的 老外是加filter 对对对对 它让它那个那个亮一点 对因为Instagram现在非常的火嘛 Instagram就是一个视觉冲击 和它的那个美图的那个感觉 红起来的对吧 大家看到Instagram 不管是他po的他的生活的空间还是什么 Instagram就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滤镜 给大家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有质感 然后看起来就非常的明亮闪耀 然后每个人的皮肤都是发光 身材凹凸有致 我觉得这也是给大家一些非常多的misleading 感觉好像你应该那样子 对它的定义Instagram有很多的争议 就是说Instagram给人产生了一种假想 就是生活本该如此fancy 就生活的每真每秒都应该是很glorious 很glamorous 很fancy的 但是这个不是真的不真实 对这不是生活本身呀 生活本身是有很多平淡的 重复的一些moment的构成的 对这些视角媒体 首先给大家定义了一个 非常不正常的一个美感 就会让大家觉得 如果我自己的美貌 我自己的状态达不到那个时候 就会有一些焦虑 就是一点 然后还有一点我就觉得 对自己的期待吧 过于高 或者是这个可能跟personality有关 跟原生家庭有关 跟你成长环境都有关 可能你从小在一个 对你要求非常严苛的环境下 然后没有说过太多的赞美 然后你父母或者家人 也不会对你有太多的赞许 但是他们却对你有很多的期待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对自己 有一个非常高的 expectation 我觉得我自己稍微是有一点点的 就是有时候会对自己要求蛮苛刻的 会有一些 就是完美主义在里面 我自己会有 他们都说这个是好像是对自己的一种PUA 一种psychological的control 对 但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自己在对我自己的容貌 身材上 同样有这些过分的要求 就给自己蛮多焦虑和不必要的情绪 比方说我自己 以前焦虑过什么 就是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choppy的脸 其实我身上是比较瘦的 就是我其实从小就没怎么胖过 但是我的脸就一直是比较choppy的那种 从小就会 就你知道大家就是在班上取的外号 就什么包菜包子 然后就是这种 现在想想其实 好命啊 还好了 就是小孩子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啊 没有觉得很生气 但是你要说我完全不在意 我还是会在意的 就是因为从小你就这样 被大家开玩笑长大之后 然后我每次上镜 就是以前拍照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一定要找好角度 有时候以前 就是会用修图软件的时候 都会把自己的脸稍微修一修啊 或者怎么的 才敢就是发到朋友圈啊 所以其实我是存在这些焦虑的 然后包括自己的这个皮肤状态 然后包括法令文啊 这些事情 我都还是有过一阵子的一个焦虑的 对不知道Amy有没有过 可能被大家的眼光裹挟的时候 你是会被别人的眼光 会在意别人眼光的人吗 是 现在我是觉得不会啊 然后不知道以前是怎样的 是这样 我可能有另外一种方法 嗯 就是说之前 比如说啊 就比如说来到国外念书了以后 就国外跟国内的审美啊 不太一样 审美不太一样了以后呢 你就会产生一些各种各样的 一些很奇怪的想法 就比如说 我这个皮肤好像有点白了 我觉得那个黑好看 就去海边 就故意晒成晒的晒的黑黑的回来 然后妈妈就会说 哦你这个晒的好黑啊 还晒的像没洗脸一样 然后你又开始觉得 哦这个晒黑了以后像没洗脸 没有晒黑的时候觉得人家黑好看 就在这种肤色的这种 struggle当中 来回切换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脸 我们这个脸是 就是亚洲人的脸是比较chubby的 但是这个chubby的脸呢 其实这种脸ageless 你几乎 对对对 因为这种脸ageless的意思是这个脸 因为它本来脂肪含量比较多的话 它流失的这个速度会很慢 所以scientifically这样的脸 就比较扛老的 这个我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 但是我insecure的不是这个点 就我就比较chubby的以后呢 我就会找各种方法 就比如说我在这里 就是刷很多那个bronzer 打的黑黑的 因为这个欧美人的长相跟我们不太一样 就他们打阴影的话 他们自己本来那个结构就很立体了 他们就有很有立体的五官 就我年轻的时候打各种阴影 就跟也跟没洗脸一样 就这又是个第二个没洗脸的moment 你这个容貌焦虑就跟没洗脸过不去了 对还有就是这个眉毛 就我的这个眉毛 我的鼻子是分的比较开的 这个从小的鼻翼两个就分的就比较开 然后也不知道是看了什么美妆博主 我真的看不出来我不觉得 就也不知道看了什么美妆博主 因为人家欧美人那个鼻尖色很纤细的 然后鼻子很高嘛 然后当时他就说 当时那个美妆博主说 你这个如果你要营造出一个小鼻子 你就把那个眉毛往里画 就是眉头换近一点 然后我就往里画 我现在翻我以前那几年的照片 天呐我说are you ok 就眉毛到这了你知道吗 就明显就感觉 画是连起来的那个 没有连起来 就看上去这个女的吧 特别怒 因为因为那眉毛耸在一起啊 明白明白 那就是那个阶段 然后还有一个阶段 是contour我的鼻子 就是那个卡黛珊 就卡黛珊不是就contouring 非常厉害吧 就也是后来我看了一个 就是Bobby Brown的一个讲座 Bobby Brown说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your nose girl 我是经历过那个阶段好几年 就刚刚我讲的几个阶段哈 ok 就是非常 就是莫名其妙吧 你知道吗 就是Joyce会觉得mental 我是会explore很多possibility 你说你explore这么多possibility 是为什么呢 那肯定就是因为有有毛焦虑呗 但是我这听起来好像要好笑一些哈 就是 对 很正常就是因为你可能在自己 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 然后你就会选择用比方是化妆的 或者什么 刻意的去掩盖 对吧 因为你不喜欢看到自己的那一方面 对啊 然后现在 现在因为眉毛比较淡嘛 然后如果说我今天 就像比如说昨天我们出去聚餐的话 我其实就画了个眉毛 然后就脸上擦着防晒 然后脱了口纹就出去了 就我就没有必要说 要把眉毛画成什么样 然后什么样 对 接受了自己现在natural的这个样子 就已经接受了 就是其实你眉眼开阔 你心态好的时候 你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向游新生 对 而且我们俩这个视频 我们俩也不开美 因为我们俩从一开始做视频的时候 我们俩就有这个共识 对的 长得就这样 对 我们要大家以后在线下 跟我们见面的时候发现 线上人已经够美了 线下更美 哦 说到这个事情啊 就有的时候 就没必要再就是太过于掩饰自己 就有的时候 比如说你在网上认识一些男生 或者说你见过一些朋友 他们可能 朋友的朋友 好 然后我会听到这样的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就出去跟人可能喝个咖啡什么的 然后对方第一句话是 你长得跟照片上一模一样 应该本来应该是个common sense 你不管照片上长得一样还怎样 对 后来这件事情发生多了以后 然后对方 对方也会解释说 这个girls are good with photo good with angle 他说我们这次其实吃过亏的 我还想这是什么社会啊 他还吃过亏的 就正因为我们之前是p过图的 当然 对吧 我也是近几年才放弃p图软件这个事情的 就是 我以前真的是我的脸不p 我绝对放不了照片 对 就是会受脸呀 会contour 对 我对contour 有志念 我还 我真的是对受脸 我对受脸 对吧 脸皮不皮 我当时都没有质念 我对contour这件事情 不知道 可能这段性的吧 有质念 还有的明星也p 就明星的脸 他其实也不长这样 就怎么发现的呢 就getty image 会po一个照片 getty image 是国外媒体啊 他们不美图的 那是 然后国内他微博放另外一张 然后就有这种眼尖的网友 就会放在一起说你看 对 国外国外的记者 顶多是给你调个色调啊 或者什么 对对对 就给你发出来 他不会给你做进修图的 然后如果你真的是看到外媒的 就是可能明星真的是长得不一样 对 皮肤的状态啊什么的 我觉得我们愿意用远镜头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样子才逼迫我们啊 就是我们健身啊 我们护理皮肤啊 这样子 就是你本来的自己 你才会维护的好 而不是说你依赖这些科技 就除了这个社交媒体之外 我还做了一些research 就说有的时候这些insecurity 其实是故意的 因为美妆这个industry 在全球来看有5000多亿美金 这个industry是一个庞大的industry 你说这个industry他盈利 他是为了商业的这个目的 对你说他盈利 我是在美妆的行业工作的 就有的时候 要给你制造 对对吧 一些这种焦虑 广告 就广告是什么 广告是人性的捕捉 就我怎么样跟你 当然现在的广告比以前要好很多了 就instead of a technique 他会跟你做connection 感情上这种沟通 但是 其实有的广告是要有一些焦虑在里面的 因为他有了焦虑才会trigger fear 有了fear才会trigger你动 然后你才会去消费 才会去消费 所以这是一个5000多亿的industry 你很难说他没有利用你的insecurity 来牟利 然后我看了三个国家的survey 中国国内的 然后澳洲的 然后美国的 然后出来的结果 大差不差的 无论是人种肤色年龄阶段 女生的焦虑超过半数 肯定的 对 对 我觉得女生的容貌焦虑 大过男生太多了 当然现在这个随着社会发展 男生也会有逐渐的 容貌焦虑也是会越来越多 但是我觉得尤其是在过去的很多年中吧 女生的容貌焦虑 取决于 其实在女生在这个社会的定位吧 她的容貌 跟她自己的自身的价值是很直接挂钩的 比方说女生在这个社会定位就是照顾家庭 她是一个生育 婚育 或者是养育孩子的一个主要责任 煞为主义来了 对吧 在很长一个人类社会中间 女生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 然后其实女性的觉醒也是这几十年才开始的 就这段时间吧我觉得 对 大家把今年称为中国女性觉醒元年 对 大家 之前上野千赫子和北大三个女生那个讨论 也是引起了热力啊 然后也是让我看到很多网友的评论感觉到 真的是非常开心 就是很多人真的已经开始觉醒了 知道某些研究是不对的 知道女生应该怎么样自处 知道我们在这个社会中应该怎么样 真正做好一个自己的定位 而不应该是成为某某的附属品 不应该把别人对你的容貌 对你的这个婚育什么这些的评论 作为你自己主要的价值观 真的是不应该这样子 还有就容貌焦虑里面其实是包括身体焦虑的 对 就是身材 身材身形 对你展现在外面的一切 你可能都都挺焦虑的 对 我相信大家很多都认同 还有另外一点原因 就是现在感觉这个审美观挺单一的 比方说我现在看到国内人就会发现 大家现在追求的一个标准 一个标准 直角尖 筷子腿 然后还有什么A41 就是各种这种感觉已经是大家对美的一个普遍的一个认可了 我觉得这挺可怕的 而且我觉得这些女生 就最近好像就前两天看到那个小视频里面刷出来的 这些女生本来也不长那样 因为美颜的效果 对 我觉得不仅仅是国内吧 就我们之前做了奥斯卡的节目 你想 95届奥斯卡 只有一个黑人 影后 最近刚出来我们可爱的杨子虫 亚裔的 其他93个 一水的都是白人女性 觉得他们要做的功课 也任重道远呀 对对对 这个就是这个社会的这个主导人群 他就引领着这个社会的审美 对啊 价值观这些 所以我们如果你是一个小众 你一定不要轻易的compromise 对吧 对 你要为你自己的独特的价值而去奋斗 我觉得Michelle Yeo 今年就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对啊 60岁 就是她说嘛 never ever let anybody tell you you pass your crime 对 60岁 其实Michelle Yeo 她曾经可能也有过容貌焦虑 她也有自己一个成长的过程 而且她之前在一个访谈中提到啊 其实她说 她说其实你会发现那么多女明星 你觉得你自己个子高 总比你长得更高的 你觉得你自己很美 总有比你更美的 嗯 然后你觉得你自己身材好 总有比你身材更活辣的 嗯 但是你要怎么做一个独特的人 那就是你的你的专业 她说我自己最后就找到了 对我觉得我是一个既能打又能演的 她就才她就在这样的一个定位下 找到了自己最最独特的一个价值 所以你不要去比这些容貌上的 就包括Michelle Yeo 她也不觉得她自己容貌上有多大的优势 当然我们已经觉得她这么多年 我们觉得很有优势 实施的很美了 对 我们觉得很有优势啊 真的真的 这个就是我们发现的一些 为什么会导致大家容貌焦虑的一些原因 这个是我们的Part 1 在Part 2呢 我们会跟大家再介绍一下 我们自己可能现在慢慢的 克服了一些容貌焦虑 因为做了哪些事情 看哪些书 或者是我们自己的mindset上面 有哪些改变 是真正帮助到我们 克服了这个焦虑 我们在下一期会跟大家分享 请大家观看我们的下一期节目 记得关注我们哦 点开小铃铛 好的 我们下期见 拜拜